9月2日 路透社在報導中引述醫生和研究人員的話說 工作壓力、超長的工作時間和不健康的食物 是導致中國城市居民肥胖的高危因素 而在農村、農業勞動強度減弱以及醫療設施簡陋 無法檢查和治療民眾體重超重 也是問題癥結所在 報導舉例 由於房屋和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過剩或風光不再 近年來 成百上千萬建築業和製造業的工人 只能轉行去開網約車或送外賣 而由於怕花錢 家長取消了孩子們的游泳或其他體育項目課程 另外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低迷 人們也被迫購買和食用廉價的不健康食品 據大學諮詢公司稱 中國快餐市場規模預計將從2017年的8920億元 增至2025年的1.8萬億元 原北京知名中醫趙忠元表示 大陸嚴重的安全食品問題 濫用食品添加劑 農藥 化肥 大量使用抗生素和各類激素等 本身就會造成人體肥胖 但這幾年來 經濟下滑導致人們生活方式改變 就會進一步的導致肥胖增加 收入減少 城市居民不得不選擇低質量的食品 另外 老百姓疲於奔命 沒有時間去鍛煉 以上兩點都是從物質上的 從生理上講 經濟下滑 每個人都沒有安全感 看不到未來的希望 人們處於憂思中 終於認為憂傷痞 痞主運化 人們所吸收的營養物質代謝不出去 堆積在體內 形成脂肪 這也是肥胖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中共官方2020年的數據 中國已經有超過一半的成年人肥胖或超重 且肥胖率呈上升趨勢 今年6月 中共國家衛健委醫療應急司司長郭彥宏表示 超重和肥胖是重大公共衛生問題 急需加強干預 而從當月開始 衛健委和其他15個政府部門 也發起了對抗肥胖的公眾宣傳活動 趙忠元說 中國肥胖率的持續上升 給醫療系統帶來壓力 醫療成本也會飆升 你比如說肥胖症引起的如高血壓 腸尿病等三高 會增加的 甚至腦血栓和偏瘫的人 中風的人也會增加很多 這樣增加了他們醫療的負擔 具體到每一個人的身上 一場大病會幹嘛嗎 會讓他們都面臨著經濟破產 這樣會使他們在越來越窮的狀態下 更沒有時間去搞什麼身體規劃呀等等等等 BMC公共衛生的研究顯示 與體重相關的治療成本在醫療衛生預算中的佔比 保守估計將從2022年的8%上升到2030年的22% 總額高達4180億元人民幣 路透社認為 這將讓深陷債務危機的地方政府 更加捉襟見肘 也使得中共無法把有限的資源 投入到能促進經濟成長的生產環節